哈喽大家好,我是米丁雅 小伙伴,你们的体育课是经常被语伦课还是数学课霸占呢? 这不,学校马上要开运动会了 运动神经叉了爆的大熊 无论是跑步跳跃还是打球 身体像自带吸铁石,和地面永远持续纠缠 放学后要给他来个特训 给大熊吓得屁滚尿流,直接逃回了家 小杜拉看大熊命死不从,四肢不运动的样子 只好下楼和胖五他们约定 明天亲自监督大熊序列,合天清晨 小杜拉就拿出道具,人体操作机 就像提线木偶一样,会完成指定的动作 启动时间,设在30分钟后 怕这个道具控制不住他,决定再加把火 到学校拿出运动房子,放在楼顶 这一带就会变成运动场地 不过看小杜拉犹豫的样子,就知道 对这个道具没啥好印象 30分钟一到,这边的人体操作机启动 脱掉睡衣,穿上衣服,戴好眼睛,一气喝床 只死只手,将子脱走 胖五几日不放心,也赶到学校等候 话说这个时候大雄应该到了呀 奈何去学校的路上施工 大雄的潜能被激发 一个皮刹跳过了障碍物 道具也掉落,大雄彻底清醒 知道是小杜拉搞的鬼 转念想想,大家对自己的嘲笑失望和鼓励 决定去空地练习 小杜拉他们在学校门口左顾右派 不耐烦的胖五和小夫 较进学校满野料盒 水料放在楼顶的道具瞬间启动 大门瞬间紧地,广播响起 给几人制定了轻松有趣的体育特训 这时小杜拉才解释 只要踏进学校就会开始特训 不达终点不罢休 现在说啥都完了 此时地面变成了沼泽 要想浮现进去,只能不停地奔跑 对于短腿蓝胖子来说 无音市场磨难,不慎跌倒 胖五几人合力把他拉了上来 一起来到大厅,瞬间协力骂雨 说是为了锻炼他们的视觉灵敏度 这还不算完 地面像跑步机的履带开始滚动 高狠地还有大铁球,在后面追 这道具要命啊 为了把机器停掉 几人必须兵分三路 按掉游泳池,厕所 还有音乐教室的按钮 限时十分钟 失败就得从头来过 胖五来到泳池 掉了下去 看着金明远的按钮 逆流前进 小富来到厕所 慈禧彼伏的梅花桩 这要是没站稳 直接掉进风口里 咦 静香来到音乐教室 看似风平浪静 只要根据指示灯跳动就好 可这超难级的鬼畜节奏 确定一个人的腿就能搞定吗 小多拉也没好到哪去 爬着比身高还高的楼梯 时间只剩一分钟 几人都在努力着 随着倒计时的响起 几人终于在最后一刻 都按下按钮 小多拉也爬到了楼顶 刚要把道具关了 就收到这么人心的消息 初级训练结束 接下来开始中级训练 地域难度的训练器械 也是花样百出 勇士大冲冠啊 看几人乐不思数的表情 估计分战完就秃头了吧 第二天运动会 大雄精神满满 而这仨感觉身体被掏空 小伙伴 你的体育强项是啥呢